来看到自强道路拓宽计划在民国80年就已经订定 规划同时也向道路周边的住户争得同意 同时也发放了赔偿补助金 而终于在今年全部完工了 道路拓宽工程除了是依照玉里镇都市计划的进行排定及执行 未来更是能提升用路安全与通行的效益 因此工程的执行是刻不容患 自强道路拓宽计划在民国80年就已经订定 规划时也向道路周边住户争得同意 同时也发放赔偿补助金 终于通通在今年全部完工了 道路拓宽工程除了是依照玉里镇都市计划进行排定及执行 未来更是能够提升用路安全与通行效益 因此工程的执行是刻不容缓 当时的设计7年这一段的设计没有排水够 那经过里长的反应之后 县长特别来看也是是因为这一段 当时县府补助的这个经费 是不足以来做这个水沟 那么现在就尽快就是说 之后这些水沟应该如果来做一些商货 镇长说目前除了拓宽工程之外 还需要在自强路增设排水沟 县政府也跟相关局处会同工所配合办理 工所也正整理出其他需要刨除路面的 应该会尽量安排同日进行以免重复刨除 对于自强路拓宽 县政府也建议增设人行道 道路拓宽工程完工之后 势必能够改善用路的效益以及品质 减少事故发生 让证明们的回家路变得更加安全 以及放心 记者高双双预政采访报道